俗話說劉備借金舟有借無還 但劉皇書不是以仁德之天下嗎? 怎麼會是借東西不還的卑鄙小人呢? 那借金舟到底怎麼來的?有沒有這回事? 今天我們會把借金舟來龍去脈講清楚 那得先從金舟的歷史講起 金舟是古九舟之一 大禹時代就有齊名了 大概是現在的河南南部一小塊 往南延伸到湖北與湖南全境 還包含了現金舟邊的一些省份 到了西元1900年 這時東漢股份有限公司 之間家族企業此時風雨飄搖 麾下的金舟分公司CEO 正式中慶劉表 劉表手下的金舟共有八個辦事處 分別是南陽郡、南郡、江夏郡、江林郡 武林郡、長沙郡、閨陽郡與黎陽郡 這就是金舟八郡 江南、江北各四個 這時的金舟與孫全的孫家毫無關係 但孫家和劉表是有仇的 後來孫家打死了劉表江夏辦公室主人黃祖 不過沒拿下江夏 劉表則是讓兒子留起 截鐵黃祖的位置 這時孫家與金舟還是沒關係 緊接著西元2008年 東漢股份有限公司 總公司的CEO曹操 成功整頓的公司北方 攻擊非常大 這時他架空了勞動的位置 以勞動的名義要收回金舟分公司的經營權 這時劉表已經死了 金舟分公司的各個辦事處 看到曹總摧大軍而來 紛紛望風而降 曹操先是佔領了江北三郡 南郡、南陽與江陵 對於江南來的另外四個辦事處 因為位處偏遠 所以先派了劉八前往昭祥 至此金舟八郡除了江夏外 基本上都被曹總拿走了 曹總鑒於襄陽第四險要 又為南北要衝 東西水路要到 於是從南郡、南陽郡之中 分出了襄陽郡 這就是日後說的 金香九郡的由來 為什麼金舟這麼重要呢? 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是金舟人才充足 各種武力自立90以上的人才特別多 因為東漢末年天下大亂 各地都愛打打殺殺 而劉表這裡下的金舟分公司 管理得很好 人民安居樂業 附近的流民知識分子 大量流入金舟 代表人物有諸葛亮、龐通、馬良等 其四四金舟位置十通八達 水路都很方便 往北可以到洛亮徐都 往西北可以到長安 三世經濟發達 不少世家貴族 富商巨甲聚集在此 四四金舟為戰略要地 是潮流孫山古勢力的交會處 距離曹操孫泉的政治中心很近 誰佔據了金舟 對別人都是威脅 先來看看這時的開局 劉表死後 曹總並不協任佔領了金舟八郡中的七郡 但不小心在赤壁大戰中 縮個屁滾尿流 曹總卻只控制了南陽郡、香陽郡與張寧郡 而孫寺股份有限公司 包括赤壁之戰 把勢力從大本陰陽州跨逐到了金舟 實行的塔克與老爸夢寐以求的事業 就是把業務擴展到金舟 這時他有南郡與江夏 這段期間 劉表做總公司 讓劉錦接替劉表的位置 成為金舟分公司的代理CEO 於是劉錦成了新的金舟赤死 但大家都知道 劉錦只是個吉祥物而已 金舟實際上仍被四方割據 像是劉表以前在江南市郡的 四個辦公室主任 貴陽、長沙、武林與玲玲 但曹總落荒而逃 紛紛獨立先看看風向再說 而劉備呢?他則是什麼都沒有 不過趁著動物的大嘟嘟周瑜 以曹人在南郡殺的難分難解之時 一口氣把金南的時間辦公室給收了 於是武林、長沙、貴陽與玲玲 就歸了劉皇叔所有 流浪這麼多年 皇叔終於有了自己的地盤 沒過多久 名義上而金舟赤死 也就是金舟監察官劉錦 這時GG了 於是大家都推舉劉備為金舟墓 也就是新任金舟西歐 孫全也知道劉錦就是個吉祥物 於是順水推舟做個人情 也向總公司表咒劉備為金舟墓 孫全看劉備慢慢做大 又畏懼北方曹操的勢力 於是把妹妹嫁給了劉備這個老頭子 以強化同盟關係 而這麼多年以來 孫全的官職就是一個陶魯將軍 令貴姬太守 還是曹操要在多年以前推薦的 各大祝侯都看孫全年紀輕 不願意幫他表咒 但劉備考量各方利益下 跟總公司推薦孫全 於是孫全被表為徐周墓 而劉備雖然被表為金舟墓 又領有江南四郡 但劉備不以為滿足 不說項陽的南陽在曹操手中 就連江北的南郡也是孫全的 於是20年 劉備與女婿的身份 前往孫全的總公司金口 會見孫全 劉備希望可以得到南郡江北的土地 好攻打項陽與南陽 收復整個金舟 這時江夏北部有曹操控制 孫全與劉備各佔有南郡一小塊 於是劉備提出換帝方案 用江夏一小部分換取南郡北部 孫全不是徐周墓嗎? 就應該以收復徐周為己任 而我劉備是金舟墓 重點就是放在金舟囉 劉備見南郡其實就是想要整個金舟 因為打下金舟 可是劉備建國大綱裡面清楚記載的 但孫全也有他的考量 奪取金舟也是孫氏股份有限公司 幾代人的夢想 且赤壁大戰前 是他伸出元首就有劉備一把 赤壁大戰中 孫氏公司也是出力最多的 自然覺得可以多分一點土地 面對劉備的換帝方案 南郡太守終於不但反對 還要求提供更多美女與奢侈品 讓劉備玩物喪志 整天玩女人就好 但孫全認為曹操比劉備更可怕 所以沒有戒金舟 也沒有軟禁劉備 這時孫全手下的魯素 他是親流派的代表 贊成借金舟給劉備 他認為現在曹操很強 不如借金舟給劉備充當緩衝 但年底周瑜病死 孫全考慮到公司這時實力較單薄 無法承受北方潮總 與南方劉備的雙重壓力 於是採納魯素的意見 正式把南郡交給劉備 這就是借金舟的由來 但孫全的宣傳機器動得很快 日後不斷在借金舟上大作文章 故意把借南郡放大到借整個金舟 讓劉備處於道德上的低點 總結一下 金南四郡是劉備自己打下來的 而所謂的借金舟 其實只是換南郡 認真要講 劉備是用江夏部分的土地換南郡 雖然從地盤上來看孫全是虧的 但舒緩了孫全兩線作戰的麻煩 讓劉備頂替自己 卻面對曹操金舟的冰封 而孫全可以專心進行合肥方線 雖然日後也是被張了當經驗包刷 赤皮之戰結束後 劉備與孫全在金舟所有權的爭執 是兩方第一回合較量 雙方同時想要謀取劉張的易州 則是第二回合較量 後來劉備成功入鎖 留下關羽防守金舟 孫全派呂蒙趁機幹走金舟三郡 雙方再次和貪 但孫全日後趁關羽被罰 被襲金舟 這就是第三回合較量 而下一期 我們會先講講劉備入宿的易州戰役 今天來跟大家介紹一款免費的行司力APP 不但免費且功能比內建的行司力強大多了 顧名思義這個APP可以把你重要的行程給記下來 可以對行程分門別類 還有貼心的倒數與提醒功能 這張重要的會議老婆生日 就不會再忘記啦 例如重要交往紀念日 除非分手 要不然就是每年固定提醒你一次囉 此外可以用美美的桌布 把每個行程裝飾得漂漂亮亮的 可以選擇內建或是你自己的圖片 例如和女友的約會 當然就是放女友的照片啦 還有一些使用的小工具 例如喝水提醒 日期倒數與每日習慣紀錄 像我的目標是每日讀書一小時 只要時間到了 APP就會提醒你該讀書啦 而且不用打開APP 就可以利用桌面組件看到行司力 非常方便了 免費下載 趕快到資訊欄或置頂留言看看吧 好 我們來介紹一本書 《共產世界的大歷史》是遠流出版社出版的 共產主義的相對面就是資本主義 但資本主義的興起很少 大概13、14世紀左右就興起了 但到了工業革命才有土匪猛進的發展 資本主義帶來就是貧富不均、為富不仁 還有許多社會問題 那共產主義就是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所發展出來的 在我這種年紀的人啊 對共產主義通常都沒有什麼好印象 因為我們小時候給我們的教育是 共產主義是非常可惡、非常邪惡的 但長大了你就會發現其實 共產主義並沒有教科書上 講得那麼糟、那麼爛 共產主義開始其實是很有理想的 他從19世紀中馬克思發表共產主義宣言 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 念寧在俄國發起了共產主義革命 建立了蘇聯 一直到二世紀大戰結束後30年 都是共產主義和共產黨發展作為快速的時候 那為什麼馬克思是德國人 但共產主義卻是在蘇聯發揚光大 而整個20世紀就是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對抗史 共產主義在全世界遍地開花 那為什麼共產主義 那為什麼在那個時期共產主義能這麼盛行 連美國都皮皮刺 怕共產主義滲透到整個全世界 這本書都詳細介紹了一些原因和一些理由 共產主義雖然興起得很快 但默默的也很快 最後蘇聯解體了 現在全世界只剩下沒有幾個共產國家 像是中國 古巴 還有遼國 但這幾個國家雖然自稱是共產主義 但實際上實行的就是資本主義 所以共產主義可以說是徹底的名存實亡了 那這本書大家很詳細的解釋了 這兩百年來共產主義是如何發展 如何壯大到如何衰退的 它整個前因後果算是講的非常的詳細 那這邊特別說明一下 台灣的共產黨 台灣共產黨在日治時期就已經發展了 現在我們講到228事件常常會有一些人 他會說228事件其實就是台灣共產黨謝雪紅 在作亂來合理化228的合理性 但其實這種人就陷入兩種問題 第一個 共產黨真的有那麼爛嗎? 你要知道共產黨那時候是一股潮流 那時候知識分子 文藝青年 有讀書的人都會向往共產主義的世界 所以說有共產黨滲透這種人對不對? 就是不懂得檢討自己而去灌追共產黨滲透 還有是被長期下來洗腦 覺得共產黨就是萬惡的冤手 第二個問題就是台灣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 其實並不一樣 想到台灣共產黨在台灣發展的時候 中國共產黨是有派來台灣指導的 就是我教你怎麼革命啊 教你怎麼滲透啊 但是台灣共產黨並不喜歡中國共產黨 為什麼呢? 因為政治理念上的差距 台灣共產黨是支持台灣獨立的 而中國共產黨是支持台灣統一中國的 所以台共與中共是不一樣的 那當然這本書裡面都有寫得很清楚 如果你想了解共產主義和共產黨 那看這本書你會非常的滿意 非常的滿足 那一樣最後我們抽五本給觀眾 兩本給VIP三本給觀眾 只要留言就可以參加抽獎 那前面抽中的那些都已經公布了 你們自己去看有沒有中獎 那這樣子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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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很乾淨 掰掰 你的姿勢 需要驚sil 離аем 後面